93年小哥推着人力房车走中国 沿途遇到过柴懒野熊 也经历过同伴出世 但还是依然给自己定下了 要游走三年的目标 一人一狗一推车 让我想到了当年 那无畏又勇敢的自己 好了巧克力现在呢 是在林芝的一个停车厂 来看一下 我身后这边呢还有几辆房车 这边的车都是停了好久了 一住又是一个多月两个多月 然后在这边呢也有好几辆徒步车 我们问一下其中一辆小哥哥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在这边是住了有多久了呀 一个多月了住了一个多月了 那你是从哪里出发的呀 我是从四川成都 刚开始我是白包头部 我赶了好几个方式了 到里堂我就买一个破支洗手 到马卡我就又掉了 当时我遇到蓝了 我一个人不敢走 所以我就找个伴 蓝啊行 什么都遇到过了 你是扎营在比较偏的地方是吧 我就在那个草原上端着包 他没攻击你吧 没有 但是我害怕我第一次遇到了 我还跑掉呢 到去啥都不要我就跑掉 那你这是走了有多久了呀 走了八年了 被封在不密三个多月 可以 我的车也是被封在不密三个多月 你是巧克力吗 我的妈呀老天爷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天天说你这个车 来这么长时间的 人都没看到 对啊 当时就只有我一辆车被封在那边 哎呀呀呀呀呀呀 是巧克力呀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哈哈 总的来说你就走了两个多月三个月 然后我又开始出发了 出发到这里 我就不想走了 干脆在这里过年了 然后买了个摩托车 破摩托车 我跟老二一起买的 买个便宜的摩托车 我俩走个队 一起去旁山 或者是爬冰川 结果呢 老二出事了 那天是我骑这个车 然后老二是骑他的徒步房车 他的车没有电 只有50% 车太装了 破砂不了 他的车有多少件 估计有一吨一吨多 不到圣津拉萨的五公里 肉不皮 卡了一下 老二就掉下去了 他的车压过去 腰脚的大腿断了 那股膝盖断了 当时 想象那种太差了 太可怕 这个买成多少钱啊 几百块钱 八百多 八百多 这么便宜吗 到后期你是要把这个卖了还是 卖了卖了 这个起不了 就只是这段时间骑一下 对 过年前嘛 年前我就骑一下 到处玩一下 过往年我就再出发 再徒步 那你这个是多少斤有 四百五十斤 没有电动的啊 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助力的 终于跑到你了哈 我再拨命些 就看你这个车 然后我车锁了一下 你是第一年是骑骑 第二年是骑木链 第三年自驾游 第四年开放手术 你们这种大车方式是我们最粗的 给你个铁子 你手里好香 就准备这样再走多久 我打出来三年 走三年 那有没有计划 就是说三年走多少地方吗 没有计划 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就随意玩 不管结果怎么样 走三年 那你过年就不回家了 过年就不回家了 家里面人担心吗 不担心 全是打电话沟通的对吧 你应该有小孩吧 没有 没有 哪一年的啊你 你猜一下嘛 你猜一下 这个年龄不好猜呀 我让你猜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车的多 90号 对对对 90号我是90号的 看起来像80号 70号 正常呀 突破的都会看起来老很多 我以前突破的时候 人家说我是40多岁 是的 都这么说我 一路上都说我45多岁 九几的呀 九三年 那还小 不着急 不小了 三十一了 你现在是要 也要上去是吧 嗯 就你们帮我带一下嘛 哥还有这个包 嗯 行 谢谢你了哈美女 不客气 感谢你哈 谢谢 好人一生片哈 操心得了 你不要搞这么客气